不想當韭菜大家都想這麼說 也希望這麼做 但為何你們想說 散戶應該要知道 該做的事情跟不應該做的事 短期交易我常講是一個零和賽局 它是什麼意思呢 有人賺錢是不是有人一定會賠錢 當然啊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都賺錢 那請問誰要賠錢 不可能 那從研究上面我會發覺 其實法人是賺錢 但是個人是賠錢的 那另外我要特別強調 就是我這邊有指出來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千分之三的 那個證交稅 然後手續費來回 一次單趟是千分之1.425 那我們這邊把它乘以2 一個來回 再乘上一週一次的話 你的手續費加稅費是30.42 買了連自己都不完全了解的商品 我常講台灣的投資人很可愛 在買任何商品的時候 只知道兩件事情 第一個叫親友推薦 第二個叫股票代碼 然後就衝進去了對不對 然後他連自己到買什麼 他都搞不清楚 那該做的事情又是什麼呢 我覺得散戶應該做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你要知道你的目標是什麼 那目標包含你什麼時候要退休 還有你的風險承受能力是多少 還有你現在有多少收入 根據這些呢 你才能夠知道你到底要投資哪一些商品 你如果入職25歲好了 好另外研究所 那退休其實你有40年 那我常講的企業法則 一年報酬率9%的話 你的資產可以翻5倍 所以但是這個 中間它的波動 一定是存在的 對 所以如果你只有很保守在定存跟現金的話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目標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 有價證券無不道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只剩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你的資產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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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到了 你